大家好,欢迎来到Design for Change I Can School Challenge 我们将依循四个简单的步骤 Feel, Imagine, Do和 Share 以此帮助孩子们发现他们的I Can超能力 我们称之为Fits for Kids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发自内心的感受与理解 并且确认我们想要解决的Challenge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与你分享四个步骤中的第二步Imagine Imagine就是大家共同激荡出如何跳脱光架的解决所选择的挑战 为了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你可以在一开始和孩子们做些有趣的活动 举例来说,你可以在前面放置一张椅子 让孩子们展示出一百种除了坐在上面以外使用椅子的方法 你也可以玩一个Crazy Question的游戏 像是询问他们青蛙对大象说了什么 铅笔对钢笔说了什么等等的问题 鼓励他们在欢笑声中回答出疯狂的答案 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孩子们打开思维,发挥想象力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蓄势待发 让我们将孩子们分组,并请他们讨论所有可能解决Challenge的方法 提醒他们回顾使用者所提供的资讯 鼓励他们同理使用者的需求 请记得是要与使用者一起设计 而不是为他们设计 请不要限制孩子们的发想 让他们能有源源不绝的点子 鼓励孩子积极给予彼此回应 有时候疯狂的点子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 就像你无法预测哪一个哈哈moment 会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啊哈moment 当孩子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时 鼓励他们不要只局限在唤醒意识的阶段 例如举办集会或是制作海报 启发他们去寻找有持续影响力的解决方法 当孩子们已经列出大量的想法时 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个简合方法 我们称它为QBL原则 Q代表极客的影响力 B代表大胆无畏 L则是深远的影响 孩子们解决方法需要能带来立即的改变 同时拥有深远的影响 而且是大胆的 孩子们将在imagine的过程中 学习到两个重要的技能 创造与创新 以下是第二步骤 Imagine的快速回顾 确保脑力激浪的过程是有趣及有效的 提醒他们回顾使用者提供的资讯 使用QBL原则并投票选出最佳方案 你的孩子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个步骤 Do了 All the best and happy brainstorm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